今天我们即将也来到昆明东湛的红土地 这里是乐霞哥 乐霞哥它是四周都是山谷 中间有一个包凹下去的 然后它那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因为以前回来过去 今天我们再过来看一看 前面这边就是有红土地的 不过今天这个季节好像不是很好的季节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看都没有这种红色的 不是说是季节的圆练还是啥圆练 都没有以前好看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人在卖这个东西 老板娘你好 我看一下 你卖的这些都是野生间 这些都是山上采的野生剂 山上采的吗 对这个是野生的末 冬瓜树上采的 就是冬瓜树上采的 那这个呢 这个红菇是长在松树上面的 这个是在哪里采的 上面那些大山上 那这些都是野生的 纯野生的 这个是补血特别好 补血的对吧 那这个呢 这个红土菇是养胃也是野生的 那有没有补肾的 林芝比较好 林芝比较好 对 好吗 我问一下 我记得我应该是 以前差不多来看到这个红土 对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怎么来 这个景色怎么没有以前好看的呢 最主要是现在还没有翻土 它土翻出来就好看一点 而且现在装甲收掉了 彩色没有以前丰富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它最好的季节 对不是最佳季节 最佳季节是五六月还有九到十月份 开红土的话就是二三月份 你们往来一个月就很美 哦 是这样要往来一个月才很美 对 那我们刚好就来的 它是最不好的季节 我们来到了这里 嗯 也不是算最不好 当然两天没下雨觉得比较天气不太通透 哦 是这样的 看起来就差一点点 哦 那你一集都是在这边卖这些土特长些吗 对 卖了好多年了 卖了好多年了 这些都是野生的是不是啊 野生红菇 对 都是纯野生的 大厦上采摘的 那像这种野生的一公升是要卖多少钱啊 130块一公斤 130块一公斤啊 对 这个是香菇吗 这个是纯野生的小香菇 90块一公斤 90块一公斤 对 那这个是野生的菊菇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加重的 哦 我也说是野生的菊菇 你可以吃一个吗 好谢谢 那这个又是咋呢 那个是野生的海蝎菌 煲汤青椒炒 或者是炖鸡蛋都很好吃 口感很不错 营养价值已高 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对 那这个是什么片啊 这个 这个是我们红土地的开花土豆晒的土豆片 拿回家油炸了吃 就像花生米一样 下韭菜 那现在就是海鸦在油炸才能吃 嗯 现在我们已经炸过一遍 当时用清水炸的不能吃 拿回家要用油炸 哦 是这样的 对 像你在这边的话 生意好不好呢 可以的 可以的啊 那好了 我也打算你来到里面这边 对 弄一点来卖给你竞争一下 好的 可以 开玩笑 没事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像你们卖这种啊 一年色度有多少呢 嗯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不稳定 嗯 今年就特殊一点 今年疫情嘛 客人来得也少 哦 往年就 我们早就卖完回家了 哦 往年就卖完回家了 因为客人来得少 往年来得多 我们卖完就要等到明年采摘的时候才有卖了 哦 那你们一般上去这个山里面采摘这种 是采摘多久呢 嗯 它是积极性的 一般下雨要到六月底下雨才有 解到十一月份 然后就早上去解 解了放在楼顶上晒缸 就这个积极拿了卖缸货 哦 是这样的 对 哦 像这些都是今年采的吗 全部都是啊 全部都是今年采摘出来的 对 这个灵芝也是吗 这么大的灵芝我好像很少见 这个是竹灵芝存野生 哦 那个商铺上才采得到 嗯 嗯 一般容易看到的地方都长得小 嗯 好的 谢谢您啊 谢谢老板娘 没事没事 对你生意金了 嗯 刚才呢 我们跟这个老板娘了解了一下 他说啊 这个地方 这个季节来的话 是红土地的 最不好看的时候 如果说在晚一个月来的话 是最好看的 还有五六月份 九十月份是最好的 嗯 那看来等 只能等在一个多月 再来观赏这个美丽的景观 好 我们现在去下一站 几霞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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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